众所周知,中国是个人情社会,熟人多了好办事 这句俗话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都不会过时 在娱乐圈这个大型名利场更是如此 明星们想尽办法要把资源盘活整熟 可毕竟娱乐圈咖位等级明显 稍有不慎就出现了一堆不熟装熟的尴尬情况 这里是瞎谈与子讲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明星不熟装熟的瞬间吧 最近07快男在就业实实在在火了一把 中人在感叹时光飞逝青春不再的同时 06超女又被网友拉出来做对比 快男拥抱超女护思 事情的起因还要从那档卖弄情怀的综艺节目说起 大家都知道王牌对王牌有个经典环节 就是在嘉宾不知情的情况下 请来嘉宾此前的好友或者搭档 又回一杀把观众感动哭 这一次他们请来的是06届超女 可没想到好友重聚变成了大型讨伐现场 尚文杰作为当期的嘉宾 节目组悄悄为他请来了四位当年一起参加超女的小伙伴 许飞丽娜唐笑和韩珍珍 私人刚上场的时候气氛还十分对位 尚文杰蹲地哭泣 一副姐妹平身的戏码 接下来唐笑的一句好久不见 拉开了互撕序幕 许飞抱怨尚文杰从来不参加大家的聚会 微博的私信也不回复 尚文杰解释自己平时没什么社交并不是故意的 眼看双方battle起来 节目的走向就要歪了 沈腾和贾玲赶进大圆场 这才糊弄过去 其实这件事没有谁对谁错 许飞生气的点能get 尚文杰不参与聚会也同样可以理解 观众想看重逢的戏码 节目组才搞了这么一出虚假的表演 成年人的社交是紧密联系 还是默默疏远 大家心知肚明就好 跟王牌节目组非要搞姐妹情不同 向往的生活中 黄磊直接撕破脸直言道 我跟你们不熟 在向往的生活第三季的一期节目中 节目组一口气请来了九个嘉宾 邮长静 李子玄 同卓 刘雅瑟等等 除了老郎之外 其余全是新生代流量小生 黄老师见了这么一坨人 肉眼可见的自闭 尴尬的例行欢迎后 就闷头做菜去了 像杰勒过年一大群不认识的亲戚 全凑到你家吃饭 在厨房里 孤军奋战 操持不停的老母亲 直到老郎来了 黄老师才瞬间喜笑颜开 这一整天 黄磊都在闷头干活 而嘉宾们都玩得甚是开心 做爆米花 皮柴插秧 逗狗塞跑 对他们来说 就像浓渣乐一日游 终于到了晚饭时间 黄磊在跟一众小生 尽量做游戏聊天之后 还是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我跟你们也不熟 我没必要跟不熟的人 费力瞎扯 按黄磊在娱乐圈的地位 和名气来说 难免会有一些后辈 前夫后继的套点近乎 这不 去年就发生了一个乌龙事件 去年黄磊和迪力热巴的名字 一起出现在了热搜榜上 要说这两个人 平时也没太多交集 无非就是一起参加过 极限挑战的录制 原来是黄磊 关注了迪力热巴超话 随后又取关了 这下迪力热巴的粉丝们可坐不住了 纷纷跑到黄磊微博下面质问 随后黄磊发微博澄清 表示自己是给多多介绍微博功能 取关是不小心手滑了 迪力热巴立马在该条微博下面 很亲密的说 自己可以教多多 吃瓜网友表示 明明不熟 非要装熟 说起林更新来 大众对他的印象可能是憨憨傻乎乎 可林更新在蹭热度方面 可是精明的很 还未满18岁的苏一鸣在冬奥会上一名惊人 夺得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 决赛冠军 这一跳跳来了奖杯 也跳来了迟来的朋友 在苏一鸣夺冠后 林更新突然现身对方评论区 留言称 送我上去 我跟他还算熟 本来只是单纯的蹭热度 可没想到 网友们神巴发现 在苏一鸣夺冠之前 曾21次艾特林更新 但这位大明星 根本没把苏一鸣这个小兄弟放在眼里 一直没回应 这次看人家得了冠军 才主动来献殷勤 真是 曾经的你对我爱搭不理 如今的我 你高攀不起 说起国内的男团 妈妈辈的中年人 第一时间想到的肯定是小虎队 当年一曲 爱红遍大江南北 然而仅仅四年 小虎队便解散了 苏有鹏进军演艺圈 后来还当了导演 吴奇隆成了古装小生 两人都混得风生水起 唯有陈志鹏越来越奇怪 2017年 他顶着一头绿发 穿着薄纱透视装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皮草 鱼网 长腾靴 狠天高 乌烟六四的头发 凭借一次又一次 雷人造型 在热搜榜上 久居不下 2020年 刘嘉玲受邀参加综艺 追光霸哥哥 陈志鹏站在对面 刘嘉玲一时没有认出来 还直接把陈志鹏叫成了苏志鹏 之后陈志鹏在微博发文 act刘嘉玲道 咱们是失散多年的姐弟吗 然而刘嘉玲并没有回复他 这一次 好像又是华众取宠了 志鹏 志鹏 苏志鹏 陈志鹏 前面的装熟大多情有可原 无非是为了有话题有流量 但是影儿的操作 实属是装满了心机 2013年 影儿在一段采访中 爆料杨幂已怀孕 顿时炸开了锅 彼时的杨幂和刘凯威 才刚公开婚讯 这时候影儿的爆料 可谓是直接将 才子佳人变成了 未婚先孕 杨幂的团队也不是吃素的 随即便啪啪打脸影儿 表示与影儿算不上好友 宣布怀孕 也不会通过她 影的一大波网友纷纷吐槽 影儿你可张念心吧 不然迟早会因口无遮掩 被上一张红 现在的娱乐圈 动不动就有一些胡爱豆 出来作妖 去年 谷嘉诚和陈晓云 刚被爆出恋情 谷嘉诚就被潜于有锤了 说起谷嘉诚 估计很多人都不认识 他是肖战所在团 X9少年团的成员 虽然他糊 但他是真爱蹭 本来前女友 捶他掀不起什么浪花 偏偏带上了李线 这一下 直接把他送上了热搜 在前女友的锤铁中 谷嘉诚说 李线住在自己楼下 没事就去找李线聊天 还在李线家吃了饭 结果没想到 前女友认识李线 李线表示 自己根本不认识谷嘉诚 还吐槽谷嘉诚爱妆 当然谷嘉诚的奇葩行为 还不限于此 在抬高自己的同时 他还不忘内涵一波肖战 肖战粉丝正在 举着40米大刀赶来的路上 再来说说 两个男人之间的乌龙事件 2017年 余浩铭在机场偶遇老友刘烨 赶紧上去挽住了刘烨的胳膊 刘烨戴着鸭舌帽 估计是帽子挡住了视线 慌忙挣脱了余浩铭的手 一旁的助理也赶紧来阻止 双手把余浩铭插走了 刘烨和助理两人潇洒而去 只剩余浩铭一人在封装凌乱 事后刘烨发文解释 忙着找东西吃 不知道那是浩铭 不过也有网友质疑 两人关系并没有那么好 就是同事的关系 从人民艺术家沦为 窒息家长需要几步 答一步参加真人秀 如果说花哨的深夜问答 是综艺界的尴尬里程碑 那么桃花雾的尴尬九分钟 大可与花哨一较高下 在这九分钟里 我们看到了中国式家长宋丹丹 处处强势 还看到了反内卷达人李雪芹 以及职场强头草辣木养子 以及勇敢说不得王传军 跌宕起伏和炫雨腥风的剧情 让网友在屏幕外 都感受到了压迫感 就因为这尴尬九分钟 宋丹丹成了年轻人 竞相捧击的靶子 差点晚节不保 新属桃花无聊两季节目 他强势咄咄逼人 没有界限感 把打听隐私 当成破冰方法 第一季提议 所有人做自我介绍 讲出代表作 数落郭麒麟迟到 询问郭麒麟 交没交女朋友 第二季继续询问 小辈的感情状态 随魂董璇 打压汪苏龙和李雪芹 无形地将家长的权威 笼罩在晚辈们身上 宋丹丹的一系列操作 条条窒息 条条直逼天灵盖 让人灵魂出窍 有的明星是不熟装熟 而有的明星 尽管私下很熟 但是为了彼此的发展 和粉丝能够消停 便不得不刻意避嫌 2019年一部群情令 捧红了王一博和肖战 这两个打平多年的小透明 一跃成为顶流 两人也因细节缘 组成了博军一销cp 然而一山不容二虎 两人虽然结交甚好 但粉丝倒撕起来了 先是因为樊尾丝 后来又因为应援场地 广告代言 杂志拍摄 电视剧资源丝 两个昔日的好友 硬生生被粉丝逼的 任何场合都得保持距离 杨子这个男神收割机 也不得不避嫌起来 在挽回现场 他身穿长裙 李线在他身后 刚想帮忙提裙吧 杨子一个转身 自己提着走了 随后两人各自发言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互动交流 网友直言 还我童年夫妇 王者夫妇也曾在节目现场装部熟 底力热八和高伟光 出席三生三世 枕上书发布会的时候 各看各的 站位也很远 仿佛跟门部熟一样 但两人不仅是一个公司的 私下还是很好的朋友 最后再来说说 娱乐圈的短水大师 丁玉希 因为碰巧 她的两部戏前后脚上映 先是和张玉希的文色过浓 紧接着是和赵露丝的传闻中的陈千千 于是丁玉希左右开工 轮番营业两对CP 还把自己的微信头像 一半一半公平分给了两部剧 端水艺术家实至名归 想被剧粉说不公平都难 如此看来 娱乐圈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不熟装熟也好 熟人装不熟也罢 看娱乐圈的瓜别太认真 认真你就输了 虾米匠们 你们还知道有哪些明星 不熟装熟的现场吗 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 关注点赞哦 这样子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盘店 我们下期再见吧